哈囉那我是蓋依 欸好齒喔 我剛剛在外面都 我那麼多影片不放在裡面 有沒有人沒看過影片 應該剛目前都看過了 好我還是自我介紹就好 我現在是一名全職 全職YouTuber 然後是以重訓 以部眾訓練為主軸 去推廣各種不同的運動項目 好那我們開始 今天我準備了三大主題 重訓相關知識 我如何成為健身YouTuber 然後健身網民的日常 我本來以為我是要來講 重訓相關知識 然後後面這兩個時候 我們陳老師說 學生好像有興趣想知道 你們想知道嗎 有 我可以講 我可以不可以 怎麼樣這個簡報怎麼樣 Tiveny來配上粗黑題 還不錯吧 有粗粗 有粗粗粗粗粗 好多啊 來跟大家聊一下呼吸 這個看似簡單 但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視 基礎中的基礎 那也非常的不紮 因為這東西 男哥滿在 他沒有一定的呼吸方式 有沒有哪一個吃飽的同學 可以上來當個媽的東西 他以前打拳擊的耶 你打拳擊的 快起手了 快起手了 大家知道我們人的脊柱嘛 這一個條根本 頸椎 胸椎 腰椎 那大家知道 頸椎有幾節嗎 7節 還有 7節 12 12 5 5節 我們腰椎下面 還有 線骨 跟 微底骨 這5節分成 1-1-2-3-4-5 1-5 連接是我們的線骨 我們要怎麼靠補 以及保護 靠腰椎 最容易帶場 你看喔 胸椎有12節 胸椎那麼長 但是我們在重訓的時候 勸廠商靠腰來帶場 承受大重量 但我聽過就是 有些人會說 重訓的時候 千萬不要比起 就是要比起 你接受到的訊息就是就是要比起 你跟我說 你重訓要小心 或是有上過教練課的人 可能有些 有些教練會跟你說 千萬不要比起 有些時候還是會比起 就是慣性也不會退回去 管說 我這一段一定要比 我這一段一定要比 這樣 就是 呼吸順暢不要放 所以就好 那大重量的時候 我不太做大重量 好我們呼吸的時候 一般人的呼吸 最後跟大家 有些人呼吸他胸腔 充滿氣的時候就挺起來 當我們吸滿氣 然後再把它推到肚子裡 把它沉下去 然後肚子 肚子頂起來 因為我們吸氣的時候 在胸腔 但這個時候 胸椎那邊是很穩固的 但是我們腰椎那邊就亂掉了 你沒有把腰腔沉起來的話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保護 然後腰椎 所以為什麼會說 肚子頂建立 可能或大重量腰帶 腰帶 就是為了保護 核心的肌群 整個鎖住 然後保護我們的腰椎 但是這只是一個 治標不治本 本的東西它還是裡面 就是要靠呼吸 我們要靠呼吸 保護好我們的 正高氣度 有沒有經驗就是 在重選的時候 或者做大重量的時候 有沒有突然一陣雲圈 噁心想吐 或者有些會覺得 好像後腰頭可以亂打 你現在很痛 有 有 有 也許你不一定有中訓過 但是 這個現象 其實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就是常常 當你在臂肌 又在右臂的時候 就容易才曾經 頭暈 想吐 容易發生 鎖椎現象的兩個場所 第一個是健身房 第二個 大家猜一下 回想一下 從小到大 在哪邊 游泳房 好容易 剛起床嗎 不是 剛起床會容易提起 不是這樣嗎 有些部分 來我們其他場所 你加碼頭 唉唷 誰這樣呢 你容易發生鎖椎 這樣 你加碼頭 記得我剛剛說的嗎 在你憋起盆 超過兩秒 用力的時候 這時候就容易發生鎖椎 筋鎖椎 筋鎖椎 會有輸出 血壓伸膏 好遠上 兩位位信 我們來講一下 你在練什麼 大家有明確的目標嗎 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練嗎 先不要跟我說健康 健康 我們大家的練中心 一切會希望建立在健康之上 但是建立在健康之上的一個自我實驗 你想要達到的成就 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是為了外型而練 還是為了一點 正功能性 外型 我比基本上 大家都這樣 找到外型開始的地方 跟外型跟練健康差在哪裡 跟外型跟練健康更差 Body unit 都在做雕訓的 建造你的肌肉 建造你的肌肉 其實跟健康是一樣的 很多人會聽到健康 你會想到 像羅尼阿 伊菲爾阿 就是肌肉怪物阿 那樣才叫健 一般練重訓 你只要是想雕塑體態 其實都是比較平健的 都是以身體的美感為主 但這美感也出關啦 當然如果你是要去比職業健美 他每個肌群都會給你打分數 那個鈴鐺比樂 但是以你自己欣賞的角度來看 有些人會覺得斜方不要太大塊 痠癮不好看 或斜方太大肩膀就不見了 或是覺得山頭很重 不好看之類的 那我這邊把他分成健美 建立舉重 crossfit跟健康 這邊有練健美的嗎 這你們還要看別人 不然你們有練什麼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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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項一切都是建立在健康之上 好不好 你們有練舉重的嗎 建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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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知道現在還在死 哈哈哈哈哈哈 那時候混合訓練他們 主張功能性訓練 建輪的重點是什麼 高肌肉量 低體脂肪 第二的切根木刀 運動項目都一樣 其實都還蠻吃個人基因的 像是 你腹肌的排列 有些人他就是不對稱 那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呃 概念我的腹肌左右不對稱 什麼 可是外型這種東西 可以靠訓練去 精雕細琢去雕塑它 但是你要去改變它的 它的組成型態 是沒有辦法去改變你的肌肉型態 其實你仔細看 它的上斜方也沒有很大塊 有些人上斜方很大 有些人就是 上斜方就比較小 有些人就是肩膀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 唉 顏值 顏值也是基因的一部分 建立 欸剛是不是說沒有人練建立 有多少能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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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表 沒有像練得這麼 分得這麼細 就是我轉向建立 然後輔助向肌肉 不要這麼細 就是心情好練肌肉 明天看到什麼熱血建立 我們來 聖蹲 就是這樣 建立的升級 跟健美 剛剛看有沒有 他們比較沒有 一塊一塊大塊 有 比較沒有 去跟那麼細便一塊的肌群 都是練肌肉 整個你看起來就是一個 很粗壯的一個人 站在那邊 你看他們要 健美 你只要努力 他要要洗 噴蛋然後倒三角 那建立的話就是 一棵樹在裡面 就是一個 櫥狀的 肉狀的 像DEEPS 83公斤 減量級的 他身高 163 164 HANA大概 150幾 但他們都很小的隻 但他們卻可以 舉起非常大的重量 為什麼 他們明明就沒有那麼大顆的肌肉 為什麼 新生短 新生短 然後去一直舉 可能形成會比較痛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他們可能 健身 肌肉的感染 你一舉就比一般人好 這又回到肌肉 這是一點 第二個就是 在大重量 或在爆發力 尤其是舉動跟健力的時候 是很吃我們身心系統 這比健力的時候狀況也不好 他如果差就會很大 你前一個晚上沒睡的話 你今天精神狀況不好 注意力比較不集中 那就會差很多 你知道要怎麼檢測自己 可能前幾天過度訓練 那今天比較沒什麼力嗎 握力 欸 握力 當你那一天覺得狀態很好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我今天覺得 全身都很有力 握力特別強 那你覺得今天怎麼好像 手指頭軟軟的 什麼抓 都覺得實際上力 可能開個寶特瓶 你都會覺得 寶特瓶很好 打不開 這可能就是 你今天狀態不太好 所以我們在測PR 或是在做大專訓練期 我們可能會先試試看看自己的握力 然後再決定 今天 大概要練到什麼地步 講到這邊再來講 FMMI 無脂肪 質量指數 大家有聽過嗎 FMMI 那有聽過BMI 大家有練過去的BMI 其中足以身高的點方 就算是BMI 在國民健康署裡面 它是說 BMI 高月20以上 過重 高月27 輕鬆肥胖 高月30 中度肥胖 30幾以上 重度肥胖 你知道我BMI在哪裡 30 我還沒有多30 我28 我輕度肥胖 我107 82公斤 算出來BMI 是輕度肥胖 但是我體脂肪 明明就沒有很高 算出來是輕度肥胖 BMI它少把體脂肪率算進去 所以後來出一個FMMI 大家先看一下這樣的表情 FMMI超過25以上 基本上你要嘛 基因超強 就是萬種屬於 要嘛就是 有用藥的可能 那女生就更不用說了 女生的話 基本上19到21 就是自然健美的極限 健身 它FMMI落在23到25 它以前是自然健美 幾乎 幾乎接近極限 Sangra 這個Gurin BMI 健身女生 在FMMI是17到18 基本上就已經是 一般女生起練 所以練得很急 而且重量很低喔 體重量在17到18 除非你是健美專項 不然基本上 這個體態的女生 算是 中間片很上面的 男生會覺得很糟嗎 性感 底下 完美 完美 那我也這樣 那女生會覺得 太醜 太單 太壯 太壯 哇 完美 完美 Fair 2011到2016的 Mr.O FMMI 34.81 這是什麼改變 你們 我剛剛真的講 23到25 基本上就是自然健美的一個極限 26到27就是 你不用藥 基本上已經 除非你基因超好 不然你很痕到26到27 34.81 在這邊好不好 看一下 我是屬於那種 瑕疵粗壯型的人 我的 我的大腿跟 我的大腿跟屁股的 肉量佔很好 然後 練完我們來講一點事 欸大家會不會有補充品跟代餐 補充品跟代餐差一樣 我跟你們說補充品跟代餐其實 就是他們沒吃 那為什麼會有代餐這個吃出來 你們身邊有沒有 我身邊很多 我身邊很多人 他體態改變 他突然體態改變 然後 就會去問他們說 你做了什麼 為什麼你 突然體態變好 你變瘦了 然後他們就會很高興 就會說 有很多吃代餐 我說吃代餐 所以我是瘦 現在體態變得這麼好 我整個也變得比較精神 比較有活力之類的 他們就去想 欸 你說你吃代餐瘦了 為什麼吃代餐 因為代餐很方便 那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們原本 你們原本的飲食狀態是什麼 你們早餐吃什麼 午餐吃什麼 你們晚餐吃什麼 他們都回到我說 早餐 早餐原本吃 其實牛肉飽 原本吃蛋餅 配早餐點奶茶 或者是吃 湯包之類的 加蘿蔔糕 那中午的話 隨便吃個便當 那晚餐呢 晚餐可能 下班人放學 吃個礦樓飯 吃個意麵 吃個喝個湯 之類的 鬧錯夢 那你們後來改變怎樣 他說後來 後來 我早餐就吃代餐 中午一樣 你這邊吃 吃便當 吃飽 那晚餐呢 早餐換代餐 所以你瘦下來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吃代餐 還是你改變的原因 形態 你借掉的漢堡 你少吃一個礦肉飯 少喝了真奶 杯 你瘦下來的原因 是因為 你借掉這些東西 你少吃這些東西 還是 因為代餐 我覺得你把 就是功勞 大家都知道 飲食很重要 要改變體態 飲食很重要 但是 你把功勞 歸在 代餐 這有一點 本末導致 你並不是因為 吃代餐 而瘦下來 你是因為 你借掉這些東西 瘦下來 那你為什麼 繞開了這麼多 好吃的東西 你明明可以吃個香蕉 吃個水煮蛋 吃點雞胸肉 雞胸絲 一點蔬菜 然後早餐 因為麻煩 因為要準備會比較麻煩 所以你就吃 去吃代餐 你就跳過了 食物的原始 跳過你的食物 然後去吃代餐 那晚餐也一樣 晚餐也一樣 我想說幾個 五分雞胖肉飯 我又懶得自己 吃代餐的手 因為代餐又要跟你說 裡面有 多種氨基酸 多的紅物質 食物纖維 對 那這些氨基酸 其實從食物裡面 都有辦法取得 如果你營養均衡的話 那如果你補充不夠 我們再用補充品 就是比較方便 比較便利 可以補充這些 身體社群不夠的 營養分跟氨基酸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你在使用補充品上 比較正確的心態 有沒有人 未來想靠建成 想工作 或是 想成為 網紅 所以比較想 把建成當工作 不想成為網紅 每天在那邊 蹦蹦點點的 我覺得壓力很大 感覺壓力很大 我好感動喔 就大家看著你 做一點點 一些人家覺得 不好的事情 喔 背部壓力 輿論壓力 我覺得自己個人的那個 哇 你是在講輿論壓力 對 講到我是如何成為 一個健身YouTuber 只要講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廣告設計科技 廣告設計就是學 設計跟 美術 需要用到很多 影片後製來 製作 功效 或 大學 不是念電影系 視訊傳播設計系 大家都知道 拍電影 翻臉要 編劇 導演 燈光 攝影 美術 超過 包括一堆 還有演員 那我們在選 我們全部都要學 我們要學習 如何打雜 如何在片場 綁上綁 我們要學習 如何當一個演員 我們要學習 如何表演 我們要學習 如何打夢 今天要把一個東西 拍得好看 不是攝影機用得好 不是主題好看 就可以拍得好看 也需要夢 那我們要學習 如何導演 如何知道一個演員 知道演員的方式有很多種 你可以 給他一個情境 去聽到他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告訴他 等一下我們要拍什麼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演 因為之後我第一個工作 我第一個工作去片場 我進入攝影技術組 攝影人員 後來就自己跳出來 再去另外一個公司 就是我跟我的夥伴 認識的那個公司 他是我的前公司的同事 那個時候 之後我在一個媒體部裡面 每天接大大小小的案子 然後去拍形象片 去拍廣告 也是因為在上一間公司 學習到比較多剪接 後製 那之後因為 我媒體不縮編 我跟我的夥伴 就跟公司拜拜 還好 那個時候我就有預期 我就開始攻擊 蓋一個頻道 我就利用 週末的時間 就是夾子攝影機 然後自己在一個 小會議室裡面 坐著 然後就開始面對監討 就開始做著 靠道 我是蓋伊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飲食心態 飲食上面最好的心態 就開始一個人對著我講 重複repeat 你們有看我影片嗎 有 那你們還記得我早期的影片嗎 那你們想看嗎 好啊 你們真的好看喔 來一下 來一下 好 那你們記得現在的影片 是大概怎麼樣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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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一下對比好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蓋伊今天來到 在家花式天便 全身的第三天 肩膀加三頭肌的訓練 哈囉大家好我是蓋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健身經驗 那健身我們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百分之百的訓練 百分之百的營養 百分之百的心態 那在我這一切的影片當中 就來跟大家聊聊 要如何提升這三大要素 那這一集就來跟大家聊聊 新手在健身上 要如何建立正確的平態 跨出自己的第一步 我有一個朋友他這麼跟我說 他說 Hey Guy 我肚子這麼大要怎麼瘦肚子 好 你看到這邊就好 我看不下去 趙傑 跟現在差很多嗎 我一開始就是一個 全世界的一開始 你知道那個影片 我重置了大概五次嗎 第一次錄好之後 剪好之後 我就坐在電腦前面看 我就覺得 天啊 超難看 但是聲音也太難聽了吧 其實自己的聲音 怎麼聽起來 怎麼會這麼不舒服 然後 怎麼覺得 啊 面對鏡頭好做作 然後就開始 重新錄 重新剪 我來強求公正 你看我會有什麼 需要改變的地方 然後剛才這樣調調調調調調 最後 還出現這個版本 當時我自己覺得 欸 我好像還蠻緊的 我弄了一個影片出來 然後呢 就上傳 這就是我youtube 第一支上傳的影片 就是剛那一支 健身型態 現在就開啟了我的youtuber的聲音 講到軟體跟硬體 如果你是一個 未來想要有興趣 去朝影音平台發展 你想要自己創一個頻道 自己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很簡單 現在 手機畫作都很好 有很多youtuber 他是用手機拍的 只要你一體夠好 你人格魅力OK 現在串點起來是很好 那軟體跟硬體有沒有多 比音碼降低 像那個攝影 這裡很重要 那攝影搞定了 那接下來收音怎麼辦 因為攝影器材 他們內建的收音系統 其實很多 都是收彩討人 要嘛就接 miniMine 要嘛就是機頭Mine 那像手機的話 現在手機也有做 那現在 手機的畫質都很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 有些想要做 那你又有一個 覺得很棒的議題 想要傳達出來的 你也可以就找個找號 拍一支影片 簡單剪輯一下就上了 雖然我是在第一支影片 才開始 宣傳我自己的頻道 因為一開始我不想 宣傳是因為 我不想讓別人眼睛 來我的頻道的時候 看到他 影片之後也很適合 那真的會繼續分析 所以我累積到第一支影片之後 我才開始 在一些健身相關的社團 去分享我自己的影片 就可以打說到 大家好 下班辛苦了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健身房 一個好笑的片段 然後就放自己的連結 那有些社團 給過我 我就覺得很感謝 那有些社團會當 有些平台 他不會讓你做這些 他就會去看廣告 那不然就是 可以請好友 就是幫你 在各個健身社團 去發表 我最近看到了一個 教聖頓影片 我覺得很棒 大家也來看一下 我寫到很多 他就幫你貼上你的連結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然就是 花錢 下廣告 也是一個方法 我還聽過有人說 他腦海裡 有一個很好的議題 他想要講 他覺得這個議題 很厲害 一定會被人虧 但是他又不想 第一支影片就上了 他希望 他開始做影片一段時間 累積了一定的人 在做這個 他覺得超級棒的議題 到時候他覺得 蕭雲比較好看的 聽起來就是 蠻不可憐的 他都還沒通過 他就想到 我覺得就很好 很棒的議題 我們之後再來拍攝 我覺得跟他說 你要去想喔 你一開始 就沒有把你最愛 把你最喜歡的議題 表現出來 一開始就沒有盡全力去 做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覺得 你為什麼到後面去 再來講這個 你覺得很棒的議題 我跟你們說 我每一個 影片 都是我當下覺得 超棒 每天我只能拍出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 我每個影片 我自己都會看幾次都願望 好 我覺得可以 好 我才上下YouTube 分享給大家 YouTuber的產品運作模式 首先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有一個議題 你今天想想怎樣 假設你今天這個議題 是握推 好 議題出來我今天要講握推 腳本 我要怎麼講握推 我要到坐著講 講握推的觀念 然後到後面上場 還是 我要拍一些握推的畫面 到時候檢查指示 標示其成 然後確認好 我今天要拍握推 我就做了一些握推的觀念 然後就開始拍攝 就開始做了一些 我先拍握推的議題 我要教大家 手手的位置 之類的 就開始講這些 然後拍好之後 就一堆毛片 有NG的面張 有OK的面張 這時候才進店 然後做後製 才開始緊急了 也許我需要這個毛片 但是頭會不必要 我就把它剪掉 然後串好之後上次 然後加一些點綴的影像 配置音樂 確定好沒有問題之後 就上傳 就排成上傳 你影片上傳之後 像我現在 自己有經驗 Instagram跟Festbook 所以我就可以在 Instagram跟Festbook 推廣的YouTube 來教大家 如果你未來要做影片 你要怎麼提升影片的觸及率 這兩張 縮圖跟標題 內容都一樣 內容就是耳機開箱 就是開箱耳機 可以說耳機網坡 而且音質很好 拿一個縮圖跟標題 因為你滑開 你手機網這麼多 你一定會挑一個 下班覺得累的 除非你剛好都買耳機 我今天剛好都買耳機 剛好有這個 這不可能 十萬個觀眾 都是要買耳機的嘛 大家一定還會想看 比較享受 有趣的影片嗎 我覺得做 做得很優點 身歷其盡的體驗 什麼體驗 音質的體驗 這次試了也很怕 什麼東西撕了 耳機撕了嗎 我有沒有亂講話 沒有吧 因為我確實是 在講耳機這件事情 而且我後面還會打上 劍的 劍的開箱 那大隊開箱可能會叫你們 因為我打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心理準備 進來等於要業配的 商品之類的 旁邊那個 放一個耳機 圖片 防水 防波水運動藍牙耳機 你們會點這個嗎 如果有兩支影片 應該會比較想點 這個 你該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的口位是 我呢 不是在健身房 就是在你們去健身房的路上 我其實 大多的時間 都是坐在電腦前面 包括 我必須做影片中的一些文字 一些素材 跟像那個 肌肉分溫圖 自己用 後肢軟體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標示給大家看 比較清楚 下一個三頭 你知道三頭分 可以拿三個部位嗎 外側 內側 內側 內側在哪裡 內側在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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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頭外側頭和內側頭 內側頭其實很小 對 一個三頭分三個部位 這三個部位又有 針對的訓練方式 哪些動作 外側頭刺比較多 哪些動作長頭刺比較多 所以我必須把它切成三塊 把它劃出來 讓大家比較好 理解 這個動作 是在練長頭 還是在練外側頭 所以我其實很長的時間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不然就是坐在Bench上面 當別人以為你在滑IG臉書的時候 其實你正在動作 網紅很容易被人家說 科技人 吃個飯就開始滑 然後就說 科技人 欸我們真可錯耶 五十五個 都要接收 IG的訊息 而且IG就是我們一個 工作室 工作的平台 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 你對一支影片 從公司到剪輯到拍到上傳 這樣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我當然不會每個影片 都花一樣長的時間在製作 那像我跟PTA有的那一支 從前次企劃 到我要去幫他 準備食材 我要安排我要在哪裡 PK料理 然後我要去想 串場中的一些情境 因為那一支裡面有 包含一些戲劇層面 公司影片製作 當天拍了六個小時 因為你要做兩道料理 你要備上 你要時間 然後你還要倒戲 你要倒PTA的練習 謝謝大家 大概六個多小時之後 回家 開始要剪片 那支影片我剪了 將近三個分 昨天 長的影片一直可能要 動一個禮拜 斷了可能 一個禮拜可以動三次 你如果你們以後看我影片 看到有一些 戲劇比較多的影片 我還沒讚 好 因為 所以我知道你是 麥可天被在 被載住 然後 然後我想想說 麥可天是很棒的 因為他是一個大名 麥可天 在一開始 那時候我 人氣還沒那麼高 幾間這個 算是補充品的廠商 有看到我 有打算要來跟我談 像是 之前有 那時候 還跟我談 但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伙伴講 我要接 然後他就 他就看一看他 可是 麥可天很大 怎麼樣 然後就說好 那你幫我看一下 他就去分享 他就覺得 麥可天性價比比較高 而且 潛力比較高 就去跟麥可天談 然後就談到我 好 就跟麥可天合作 目前都想跟哪位 建設的 YouTuber 你還講得出 你還講得出誰嗎 館長 還有嗎 還要拿些健身 觀眾是YouTuber嗎 好 觀眾不錯 有機會 18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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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可以 但是 我比較想去擴展 不是這一圈的觀眾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 與觀眾差不多都是那一圈 所以 我可能會比較找 運動系相關性質 比如說像 游泳或球衛運動 我剛剛前面有講 我現在是在做重訓 做重訓練的頻道 但是我主要的 目的是想推廣 運動這件事情 我很欣賞會有 運動在做運動 所以我想推廣這件事情 你上次去極限期的網站 後來最難的那一堂 你有去跑嗎 還有 你在那邊 該場的事情 我有去跑 但是我是以 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去跑 我沒有辦法從頭跑到我 因為我前面就有一點力竭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 如果練盤演練到最後 你就有一點力竭了 那你要怎麼去挑戰更難的 盤演的那個關卡 你只能去 十字水文摸摸看 那 那天的感想 我覺得極限期能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專項 它不僅很吃抓握力 很吃身體協調性 那它還很吃就是 你的熟練度 你對那些關卡在吃多少 那像我一個 練劍每天建立的去那邊 我根本 我攀岩可能還可以 我還大概知道 攀岩 但是 你要我去做那些 極限期挑戰的項目 那個重心要怎麼重 我覺得這個熟練度 也佔很大一個 我如果 抓握力沒有好 我可能可以套技巧尋力 但是我如果抓握力沒有好 不對成績又不了解 我就死在那邊了嘛 你也看到嘛 我就中任考試考完 我就打 成為網紅之後 你覺得當網紅給你 生活帶來的便利跟不便利 成為網紅之後 生活有什麼便利 跟不便利 便利的話 然後我比較偏向在 商業這一塊 因為網紅就是經營個人品牌 那感應 我就是一個品牌 那我把我自己品牌經營好 廠商看到我 或者是 我就有我的籌髮 可以去跟我喜歡的廠商 談合作 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方法 那不便利的地方 我沉悶到穿頭髮 搬上帶帽子 在一些特定場所 你們說我會忍囉 下次 其實比較危險的一段 就是真的 一定會被人出來 所以實際上要做嘛 那你會避免去那種 像是建工或是 我軍那種 連鎖大型的檢測法嗎 因為你刻意不要在那邊出現嗎 我不會刻意不要在那邊出現 我也不知道 我刻意不要在那邊出現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 可能會被很多人認出來 然後你又沒有時間 其實大家都要跟你拍照啊 或者是 我覺得應該 不太會有這個困 對啊 你去看 其他先生網 好像也還好 他們也都是在 大型連鎖前的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好 我還蠻看得要合理 我覺得臀胸重要 我覺得一個女生 如果你重視自己的體態 這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你看 你可以看得出一個女性 她重不重視自己的體態 自己的 短狀 跟氣息 你現在是在三軍課上 教練 我先被你講 我是全職YouTuber 對我不是全職 我是全職YouTuber 那三天課跟我的關係 我就是一個常客 我就是一個吉祥物 然後 每天去那邊 破破了三天課 就這樣子 我們要檢查自己有沒有 過度訓練 或是訓練不及 過度訓練不及 過度訓練不及就要檢查 因為過度訓練很明顯 你就會知道 我怎麼今天 這幾天很累 怎麼自己也很不想中訓 我覺得關節 身處很痠 然後沒什麼抓握力 抓握力 抓握力是一個檢測 你有沒有過度訓練很好的方法 對 你覺得今天拿東西 美麗 無力無力的 或是拿個啞鈴 你就覺得只握不太住 抓握力 大家開始握一下 感謝一下 我今天狀況怎麼樣 或許只是冷 手握不太住而已 過度訓練很容易 晚上睡不著 或者是睡到馬上醒來 或者是你在一個 半夢犯人的狀態 你會覺得腦袋 一直有感覺在頭 就在你睡覺的時候 那怎麼樣 顯得自己是不是訓練不足啊 這個 要靠前面 你一直以來一直練 你大概會知道 我的訓練量在哪裡 我的容器在哪裡 我能塞進去的訓練量 大概多少 那如果沒有到達這個量 那 你大概自己就會知道 你自己訓練不足 但是有 很多人會把 延遲性的穿透 然後 誤以為是過度訓練 而且 這 好像被犀牛撞過 全身算痛 只是過度訓練啊 對 其實這個 延遲性的算痛 就肌肉輕微 撕裂傷 這個 我們不會把它圍列在 這個當然 如果它 影響到你往後的訓練 如果你是有 系統的訓練 如果你是 運動員 那你可能 不小心 把腳 變過頭了 那隔天 要跑 要投完 要幹嘛 影響到你的運動表現 那這個我們也可以說是 過度訓練 但是以重訓來講 我們會比較 緊張在 身體系統 就是 能成在你訓練量 是破搭的 我認真問一下 如果 健身健帶球 真的會 吐頭 因為台灣的 YouTuber 都頭髮都很長 皮打什麼 趙佑少嗎 館長少嗎 館長少嗎 我少嗎 OK 認真問一下 那我認真回答你這個問題 重訓會不會 吐頭 不會 除非你有吐頭基因 那你有吐頭基因的話 那你 會不會吐頭 跟重訓沒關係嗎 但是重訓有機會 有機會增加吊法速度 你有吐頭基因 你可能三十歲會全吐 那你可能 二十歲開始重訓 有機會 你可能二十九就全吐 主要還是跟你 有沒有吐頭基因有關係 也是有很多練重訓 練舉重 練 建立 頭髮很茂盛啊 他們就 他們就沒有吐頭基因了 因為你該 你 透過YouTube來 就是當成你 就是 生活的工具 那 因為 拍了很多影片之後 就會很多業配來找你 那你要怎麼樣從 業配跟你的影片當中 做結合 怎麼做取捨 因為有時候你業配太多 大家會說你是工商局局 對 然後 你的 你的訂閱數就會剪諜 那你怎麼在中間 你會更 這個 你這個 有錢來 你要不要接 有錢來 你要不要接 你經營頻道這麼久 終於有一個賺錢機會 你如果 覺得自己很 啊 我很清流 我都不接業配 不可能 誰要養你的頻道 你自己都要不接 那基本上來 我會跟我的國外討論 我們會真的 確定自己 喜歡這個 業配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好的 我們才會 接受這個業配 那 你要怎麼讓你自己在業配的時候 可是讓觀眾不會討厭 讓那些人 也喜歡你的業配影片 就是你必須花一點 時間去想 劇本 跟議題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影片拍得有趣 像我耳機 業配接人的職 大家知道 我有時候會設定一些片套 讓人卸下心房的小廠劇 你看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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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心的就會降低他想追你的機率 那我們再開始進入業配 整齊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策略 好 現在來進入 有獎 爭打時間 該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紅色的衣服 你各位 來 隨便選擇 我們就把他輕輕的試試看 倒戒好像是他很棒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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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三項哪三項 三頸一曲握腿 硬舉三頓握腿 好 好 蹲舉再比 握腿再比 硬圈 好 旁邊對不同訓練專項的引爆是有什麼樣的態度 友善包容 友善包容 你會有多說一點 就是把它視為不一樣的 運動項目 就是不可以拿來比較 就是他們每個項目 有不一樣的訓練目標 所以就是欣賞 包容他們 尊重他們 這樣很好 謝謝 上來 這面子太多 我可以 我可以給你 包容 包容很好 正面包容 友善的態度 友善的態度 沒有了 積極的態度 健康的態度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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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Cookie 在這裡的極限 那在落在哪個數值 23到25 23到25 你怎麼吃喔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最難吃吧 這個好難 這個沾的比較好吃 大的比較好吃 大 大 大 你們是不是等一下自己想拿那個沾 哈哈哈哈 謝謝 23到25 厲害 好 謝謝 謝謝 如果知道說 人體天然的重訓腰帶 呼吸 怎麼樣呼吸 可以比較好保護你的整條基礎 吸飽氣之後 然後 等到腹腔 保護腰椎 上面 飛點給 胸腔 保護整條基礎 什麼 你是這樣講的嗎 是這樣 OK 發了槍文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呼吸的時候 其實大家說 你吸到腹腔 然後 吸飽它 好 就是 吸到胸腔跟腹腔 然後可以利用一點 隔膜下壓跟胸腔 下壓的部分 去鞏固核心 然後讓脊柱穩定 謝謝 好 謝謝 為什麼我現在應該有提到這個時候幾岸 因為很好笑 對 很好笑 然後又可以吸收到姿勢 因為很好笑 然後又可以吸收到姿勢 對 這就是我要做的 輕鬆 吸取姿勢 我要讓大家 更多人可以愛上 健身這件事情 前面 謝謝 對 他已經拿去 他也是特地戀者 幽默又專業 幽默又專業 謝謝 OK 什麼人適合和五星大白什麼人不適合 什麼人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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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適合 然後林永不太不適合 聖功能不見 對 好 前面謝謝 謝謝 什麼人不適合 什麼人不適合 自己是否適合和五星大白 自己是否適合和五星大白 什麼人不適合 什麼人不適合 蛤 牆掛了 蛤 還 還有什麼 我記得 再加訓練一些防戰 有 你這樣打 對 好你們兩個一起來吧 不行 來 謝謝 謝謝 CROSSFIN中文名稱叫什麼 對啊 混合式訓練 好 混合訓練 謝謝 這不錯 連瓜子球 這樣子 混合訓練 混合訓練 好 前面謝謝 好謝謝 本類的頸胸腰椎 會不會有七級的 胸十二 我腰椎是無頸 那頸椎是七級 那個 最容易出入死 那是問題對不對 哈哈 謝謝 好 七十二 齁 對 對 對 原本就知道了嗎 沒有你不要講 謝謝 最後一題 IG臉書 Youtube分別 打什麼人找到我們 現在應該也是哪一個 Youtube 那個IG呢 都是嗎 對 IG跟臉書 都是打劍的 剛才就可以搜尋到我 謝謝 到前面 好 好 IG現在可以 那其他另外兩個 我剛才打劍應該也有 Youtube也是 那臉書呢 也是 也是 四葉 16 16 IG 臉書 YouTube 打劍的概念搜尋 都可以搜尋到我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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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品牌 有贊助 劍的概念 麥可聽尼 還有聽尾 還有台歌 我聽不太清楚 大聲音 麥可聽尾 然後聽尾 還有台歌 謝謝 這個台歌 你要這個還是你要海報 不不不就是台報啊 你讓我好感動 你二話不說 選海報 天啊 抱一下 我要把這條影給你 喔 這就是一個 你釣的是金服銀行李 而且 選到一個兩樣這種雙重禮物 我的合作夥伴 他有約在我的影片 他打了之後他的名字 陳語干嗎 你怎麼知道 我擦著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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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服 過過過 這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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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大張 他貼不上去 特大張 OK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今天一樣兩句話 人間出處有問題 該依矯情來敬移 人間出處問題在 該依送以後是在 對 好 那我們就在那一位 來介紹比賽 我有一個感情 我們教的這首名餐 因為我發現我買了名餐 之後發現 該依太多人 真的假的 太陽病 對對對 沒有沒有 我知道 這間是好吃的 這間是好吃的 對 老師有跳 兩位 早安 있다 嚴重 抓著 拉快 這樣子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